這是我2009年去日本玩的照片 至今已經超過10年了 就是在這次的旅行 老大買了人生當中第一瓶的保養品 所以我常說什麼叫做保養 保養它不會讓你立刻年輕10歲 但是保養會讓你10年後皮膚更年輕 更好或是更帥 Yo大家好 我是七七老大 2020年已經過完了 你是否變得更好 還是變得更沧桑憔悴 你不要去怪疫情 去怪局勢 無論如何 請把自己的外表狀態都照顧好 才是一個人熱愛生命的表現 針對今年老大推薦過的好物 現在就幫你們整理 2020年度最屌 好用到老大是小筐玩大筐 大筐王右筐 不是啊 是啊 一直回購才對 所以這一集你一定要好好的看完 CP值高到R比姚明還高 來第一位選手是誰勒 保濕之王 就是我們的Floface Floface 福老惡臉 它有一點變態的名字 以及略顯俗氣的包裝 但是啊 這都影響不了它在我心中的地位 全方位的東西啊 當老大的肌膚沒有太大的問題時 它就是我基礎的保養品 不是非常貴的MIT電商 絕對是你保養的入門款 保濕的效果超級好 是絕對不會輸磚櫃 控油力道也不錯 只要啊 你不是啊 極端10%的人 例如說啊 乾到啊 起床之後發現脫皮脫了一個自己 或者是啊 油到啊 剛洗完臉半小時又可以煎蛋 那就都適合 一組裡面啊 化妝水 精華和乳液全都包在裡面啦 老大整天講保濕保濕 因為保濕真的很重要 老大親身的例子就是 10年前我剛接觸保養的時候 發狠你想得出來很貴的品牌我全買了 什麼亮白的啊 抗老的啊 控油的啊 用了半年啊 覺得效果是若有是無啊 簡直比大巨蛋蓋的速度還慢 後來啊 只要搭配保濕 做好了下去用 明顯其他效果就有所提升 所以老大講啊 保濕你沒有做好 什麼抗老去動 美白啊 你想都不要想 它就是一切保養的基礎 再來第二個 蘭蔻的超極光活脆精露 它又叫極光水 我叫它 噗啦 發光吃王 豬都想淋毛孔啊 水煮但無暇吃雞 但是啊 想歸想啊 你拿出一面鏡子 一次要發現啊 理想跟現實 有如啊 鳳三到九份那麼遠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考慮 這一瓶蘭蔻的極光水 這一瓶水狀精華 它有3%的天然植萃精油 可以啊 保濕抗老以及修護 加上啊 讓皮膚透亮的97% 酵素精華 你連續去使用 你會發現你肌膚的毛孔瑕疵明顯減少 它真的可以讓你素顏的時候 嚇壞大家如漆黑當中的 銀蟲 不是 螢火蟲 讓你發光 因為啊 你畢竟不是所有人都有空啊 去好好師傅 所以啊 你想快速看到效果 或你是啊 保養的懶人族群 那你就很適合這一瓶極光水啦 使用方式老大就不多說啦 自己去看這一集老大以前有介紹過 絕對讓你脫離亞洲人普遍 辣謊沒精神 老大必須要說啊 如果你是啊 稍微的擴挫經濟啊 它有一定的基礎 想要看了好不好 穩定膚質 那蘭蔻絕對是啊 你可以選擇的大牌 它沒有什麼誇大的口號啊 滑而不實的行銷 它比較深耕著重在功效 我在2014年當時的女朋友啊 姑且我們就叫她 海對岸的女孩 她就是真正教會我保養的女人 她當時推薦我第一個用的大牌 就是蘭蔻的小黑瓶 我到現在還在用啊 所以我對於蘭蔻絲 是有非常非常深的情感啊 現在我也推薦給你 啊 講得都 再來啊 就是防曬啦 欸 這一瓶啊 也剛好用完 還沒去買 就是理膚保水的 全護清爽防曬液 SPF50 老大叫它 保護之王 保養它是對於皮膚的修護 而防曬做好才是對皮膚的一種保護 你就想啊 你每天如果賺兩千塊 結果你花掉三千塊 那你一輩子都負債咧咧 怎麼有錢的起來 所以拜託你啊 防曬是一定要做好 喔 理膚保水啊 它是啊 物理加化學 混合型的防曬 可以去防曬黑 防曬傷 SPF50 PA又是四個家 高防曬係數的嘛 雖然質地啊 略有 喔 但是是可以接受的 你總不能 又要老婆燒 又要老婆不亂跑吧 蛤 沒有這句諺語 是吧 我管他的 再來下一位選手就是我們 Dr.May的 B3抗痘精華 又叫 美博式的B 啊 沒有這樣簡稱的是不是 比較順口 如果啊 你有揮之不去啊 痘痘的問題 老大的影片 你一定要看 我推薦過 非常多痘痘的產品 但這一款厲害之處就叫做 它抗痘的成分有 6%的B3 水洋酸 維他命E 300種的植物萃取 1.5%的FRSAB 自由分 這一些成分啊 反正你也聽不懂 但是就是對於啊 急性期 農泡的痘痘 或者是你 緩和期啊 粉刺出油的問題 它效果都非常好 老大原本是中性的膚質啊 但是只要一熬夜 火氣大就容易長大顆的痘痘 前陣子忙著啊 要去夜店 不是 忙著啊 要研發你們啊 茶包的事情 鼻頭連來兩顆 啊 腫的比成龍的還要大 本來以為拍影片 要醜一個禮拜給你們看啊 結果兩三天就好轉啊 本來想幫他們開場歡送會 都來不及 不過老大啊 還是要強調喔 你痘痘真的是 內條加外用合併去處理 才是標本兼製的辦法 抗痘啊 拜託你一定要做好 尤其是男生 它絕對是你 魅力提升的關鍵 Dr.May最近還有一款 美白的精華 它也蠻好用的 各位啊 可以去試試看 再來啊 推薦你們的就叫做紙面膜啦 你挑選紙面膜 兩個重點嘛 第一個叫服貼度 你只要敷上去 不服貼的 或者是周圍皺皺的 欸 它就是垃圾 只要你一片面膜 它不服貼 你啊 即使用再好的精華 它吸收度就是不好嘛 如果啊 你敷上去皺巴巴的 還起俏 那直接把這面膜啊 從啊 48樓丟下去 再來第二個重點 叫精華液的含量 你們自己可以看 每一片面膜它都有標示 一般都在15到30ml 你看包裝 只要一片面膜 比20ml還少 不要買 因為小於20ml啊 它讓你敷15分鐘 是不可能很濕的 保養的效果絕對爛 欸 如果這樣啊 沒有誠意的廠商 你還掏錢 支持它幹什麼 所以啊 2020年老大最推的就是 尼盡絲的N7啊 好趴 超貼妝 保濕面膜 雖然名字很難唸 但是我叫它 急救之王 裡面啊 它是高濃度的 活性 酵母 萃取 可以啊 保濕 補水 抗老 潤色 幹 口號 這樣講的面膜 我告訴你啦 一大堆啦 跟選舉候選人的政見一樣 但是有效沒效 又是另一回事啊 老大幫你用的結果 敷完 真的馬上有感覺 真的可以 提亮 進白當 急救用 你跑趴前 約會前 可以來一片 服貼度好 精華量夠多 這一款真的可以買 再來啊 就是泥膜啦 我知道啊 泥膜使用起來 它真的很麻煩 又要塗又要洗 但是啊 你懶歸懶啊 泥膜一週去使用一次 它真的有其必要性 第一 它毛孔的潔淨度 就是比你單用 洗面乳來的乾淨 再來啊 它是可以隨意去調整 用量和位置的 它就是比紙面膜厲害 你容易出油的梯子 你就可以用比較多 你脖子容易長痘痘 就可以敷到頸部 這種 痘痘的保養啊 老大講啊 不知道有沒有超過2000次啦 保養啊 不是啊 長得很gay的一個男生 在那邊叫叫叫叫叫 你就照著用 而是啊 你要對於你自己的膚質啊 夠了解 找到啊 屬於你自己最適合的方式 來 年度老大最推的泥膜 品目宣言泥娃娃 活性看蜂蜜面膜 我又叫他 質感之王 潔淨度不錯 保濕度不差 好喜不干涉 但是真的 不太好聞 質地啊 真的是啊 在啊 泥膜產品中啊 老大覺得很好的 帶珍珠光澤的灰色軟泥 每次使用完 老大都覺得自己像亡羊綿 質感到爆炸 你們真的不要笑喔 在使用產品上面 它無論是包裝 無論是質地 它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這個叫做 感性的訴求好嗎 唯有你打從心裡相信 我真的在一步一步的辨證 你才有機會真的進步 真的提升 來 最後介紹的就是洗臉啦 洗臉它才是保養的第一步 這個觀念大家一定要有 你臉沒洗乾淨 你保養品用再多都沒效 上個月啊 針對於洗面乳的影片 老大不知道介紹七款還八款 Befesta 保濕抗暗塵 Chutizen 抗痘 控油很厲害 N7 天然又溫柔 每一款都是一方之霸 自己有空去看看 絕對好用 洗面乳就不再放年度最愛用啦 今年一整年老大 真的分享了不少愛用的保養品 你說老大 你有幾張臉啊 怎麼推薦那麼多啊 但是老大必須要告訴你 保養它是一個動態的觀念 你每半年每一年 都應該要去換一套保養品 你這樣吸收的效果才會好 再來每一個人 它是不同的膚質 用的保養品都應該不同 再來你每天的膚況也都不一樣 你會時額比較容易出油 時額保濕度不夠 時額需要提亮美白 你只有完全瞭解自己的狀態 你才有辦法駕馭保養這件事 以上這些就是老大2020年最愛用 絕對CP值高 讓我們2021年一起變美 一起變年輕 七七老大愛你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對喔 2009年的照片 大家用看了就好 不要截圖喔 幹什麼東西 你過年還拿去貼在門上 趕走年獸嗎